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公昌啊 有法律问题 我马英就可以帮忙 这个电话是我接的 而在这个过程 当上之后 马上先花300万做政策研究 而这个政策研究里面 很清楚的报告 清楚的解出 台北市民超过7成5的受访者认为 不应该全面取缔色情交易 而且高达8成的市民赞成定谍管理 这是300万的研究案做出来的结果 但是非常抱歉 马市长当年说 这个研究报告不能做我们的任何的政策的参考 所以没有任何的决议 所以紧攻放在那个地方 那马市长呢 他说了 研究调查完成后 会再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大辩论及市民论坛 但是呢 大家现在听说过全国大辩论在哪里吗 在 性交易工作 这个除罪化这个问题呢 这个题 因为这个政策是涉及到这个多元的价值 社会上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呢 我们建议是应该先要透过一个公民的会议 去寻求共识 陈世葵 呃 陈副主任说 其实啊 在马阵营里面 大家 我们因为正 现在 呃 把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意见提出来的是 我们马先生重要的智囊团 台北市 呃 社会局的两位前局长 一位是陈世葵 在黄大洲时代他担任社会局长 另外一位是薛神泰 也是在马市长担任的企业的时候他做社会局长 而今天这个今天这个结论很清楚 陈世葵说是薛神泰跟陈世葵 他们里面有一派认为确实应该朝向一个方向 就是他刚才陈世葵讲的 马先生私下是支持吸引的工作权 这是私下 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民事呢 因为他们说 总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所以总部没有办法达成内部共识 这个问题要牵涉修法 是要牵涉到社会各界都要认同 那社会各界都要认同 那就不是在座各位 只有在座各位而已 那两岸自行的社会各界 两岸自行也一样 社会共识有了吗 可是他有时间表耶 立法院立法院你一定要 你立法院要通过 马英九有讲时间表耶 请你你不是从事性交易 你不要在那边闹场 好不好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是教育者可以 你是教育者可以 我要选择 我要投票 就要投给马英九耶 可以可以 我当然要听他耶 你听他讲什么啊 你可以 你不要紧张嘛 我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说 这件事情 基本上 要请不要讲清楚立场 你不要闹场 我基本上 我刚刚已经讲过 你这些说法上 基本上是合情合理 但是我就说 一定要合法 所以马先生的立场上 第一个部分 他是认为 对于这个性交易者的 叫这个工作者 应该要尊重他们的人权 还有工作权 这是应该的 但是呢 应该牵涉到这个修法的问题 要凝聚社会的共识 不过你现在用社会共识 最后用力量的大小 来把我们再压下去 大家知道 性工作今天之惨 今天惨成这样子 我们的人讲话 必须要用两张纸 他的脸遮起来 我们就是因为在台面下 我们要求不对 没有要你马上改耶 我们只要求你端上台面 告诉我们 你现在的方向往哪走 而这两年 我们可以好好来表达 但是 这边他不做 这样的一个议题 他是非常的重视 也没有规避 更没有回避 所以各位 如果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希望你们3月22号 赶快投票支持 我想他当选以后 会尽快的考虑去做 但是 政治家要调和顶耐 政治家是要告诉我们 当社会有冲突 有争议的时候 你如何来调和 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 推给社会公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